好回到蓝宣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四 我们的阅读单元今天一样的是阅读网络阅读趋势 那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他是台湾数位媒体应用记忆行销协会的秘书长卢玉伟 哈喽玉伟早安 大家早 好玉伟带来他的朋友 这个朋友是也是一个创业者 算是一个新创 那这个新创的话 重点是这个疫情底下很多人可能被迫暂停了一些脚步 或者说这个脚步变慢了 但是有些人的话因应疫情的关系 反而找到了新的商机 开拓了一个新的可能性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现场 就是这一位朋友 他在里面找到了一个新的可能 而且目前正在推动帮助企业去发行 或者去应用一个叫做虚拟信用卡 那这个虚拟信用卡能干嘛呢 能够解决企业的什么样的问题呢 能够帮助员工做什么报仗的工作呢 好我们今天现场邀请到的是 Commit的创办人洪明峰Jerry 到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Jerry早 大家早 我是Jerry 很高兴认识大家 OK好 这个玉伟是注意到这个事情是因为什么样 朋友身边有人要报仗吗 对就是刚好当然也是有认识朋友 那我想但是最主要也是因为 其实现在年底到 大家都会觉得过年不要欠钱很多账要清一清 你知道到年底的时候 这个不管是个人自己的账款或是公司账款 大家要做一波整理 那就发现这里面有非常多麻烦的事情 比如说缺单据啊 或者是项目清不清楚啊什么之类 那刚好就看到Jerry他们的服务就觉得非常符合现在大家的这个需求跟心情 然后加上刚才也看到说其实他们不只是解决企业的痛点 他自己本身其实也是在这一波大在谈数位转型的过程里面去开发了一个新的市场 其实是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 真的好 因为你们以前在那个数位时代你们要报仗吗 要啊出差的时候 你出差都会要报仗 对所以就会 你有很多这样的机会要报仗吗 对然后而且就有的那个 你就发现很多的单据啊大大小小有时候你可能忙你可能就什么乱塞回去就开始去对 然后就然后也要去每天你还要记账自己要先想我今天花了什么钱回去再跟这个账单去找去对 然后还有很麻烦是你自己还要先刷卡 嗯 然后有的时候你可能付的钱 你要替公司电款 对有时候可能你先付的钱 你可能月薪都还超过你的月薪 对啊我跟你讲我看到这个啊这个就是因为预委跟我说他要带这个Jerry来啊我就看一些他相关的资料 哎我很有感觉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啊我们当主管 那呃我们最常的出差不是那种一次就是说不是那种进的一次采访就回来 这派到中国大陆去 你说像是派到美国拉日本的那些都已经是有另外的一个机制了 但是呢派到中国大陆去是一派三个月的那种 我会跟他们聊天我才知道说 其实暴障是一个麻烦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他钱不够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过说我的同事他们可能月收入也不过几万块 但他们可能要垫个三个月的费用 又在那个地方缴房租 缴瓦斯 缴水电 然后还有这个什么就打滴哦之类的 哎那真的是很很惨耶 所以这个单据如果没弄好 对以前有一种是你可能出差前先预支一笔费用嘛 但是你就带很多现金链很害怕万一钱掉怎么办 对啊对啊所以那预支的费用又够不够 所以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其实对很多员工 来说事实上是真的还蛮麻烦的啊 好那所以呢Jerry他们呢 简单讲这一开始就从这个点去想 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扩大到可以应用更多了啦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先跟Jerry聊聊 就是说你怎么想到这件事情的 你之前我们刚才在聊天 Jerry是念物理的 后来在科技业上班 MBA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跨界啦 然后后来的话呢是在科技公司嘛 BenQ啊所以你其实对科技是算蛮熟 你自己写不写城市 不写不写嘛 OK好但是可能因为这样的背景的关系 OK所以呢过去这段时间 你事实上在疫情前你是做旅游咖 对这是一个呃旅游网站 对B2C的电商平台 好那所以呢这个事情是在疫情期间 让你遭到了很大的重创 所以才找到的另外一条新的路吗 呃我们都开始旅游咖大概在2016年 嗯那其实我的创业的源起 其实每个人听到都觉得好像是硬凑出来的故事 可是是真的是因为我跟我老婆 硬凑出来 我跟我老婆去度蜜月 因为那时候结婚 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要去北欧度蜜月 嗯可是因为他很忙 我很忙 然后大家都不想去做功课 所以时间到 时间到好像来不及了 就只好去抱个团然后就去了 啊啊 然后因为这么这么的凑合凑合就是了 然后对那体验就很不好嘛 哈哈哈哈 然后回来之后就发觉到 发觉到一个很有趣的状况是 研究之后才发觉到说 哇台湾也有三千多家旅行社 嗯哼 然后大概有接近200家旅行社 有自有商品 其他那3600家是卖那200家的商品 哦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常听到什么靠航啊 什么大概就这样 嗯哼嗯哼 那商品意思是说他有套装的行程 帮你规划就是了 OK好 对那那第二件事情是 团体旅游商品 是所有旅游商品里面最复杂的商品 嗯哼 比如说我去北欧大概是12天嘛 嗯 最早最短去日本大概也要5天嘛 嗯 那这5天里面大概会有20几个景点 嗯 4天至少4晚的旅馆 然后前后的航班 然后时间 要不要去美食店 有餐厅 对对对 然后如果你比如说带着小孩 小孩可能坐游软车坐太久他会受不了 嗯 所以有非常多的这些条件 其实你非常难找 你有这么多的供应商 然后产品资讯又这么复杂 嗯 然后可是跟团的消费者 其实是一群最懒惰的人 嗯 他什么都不想干他在跟团的 哎是是是这样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思考这个点的时候 我们就发觉到 呃 这是一个可以切入的点 如果你可以用数据化的方法 提供一个 把资讯整合在一起 然后提供消费者一个 强大的搜索群 快速的找到 哦 适合他的行程 然后下单就结束 我们在想的逻辑是这样 然后再加上这个行业 从比较抽象的Angle来思考 就是我们大家都觉得旅游业 是一个没有库存 也不需要物流的产品 嗯 对可是其实他不是没有库存 他是隔夜的库存就没有价值了 今天晚上的领馆 没有办法在隔天晚上卖 嗯 对不对 这般的航班的位置 卖不掉他就没有价值了 嗯 所以他反而需要一个非常强大 跟即时的销售网络 尤其是资讯的销售网络 在做这件事情 嗯 可是传统的旅行涉业者 通常都把自己认定成是服务业 嗯 可是我们在看他本质上是一个资讯业 原因是因为你在做的是一个 会员的转换吗 OK 很像在买期货一样 我买的是一个三个月后搭飞机的权利 嗯嗯嗯 那我们是从这个angle去思考 切入这个行业 嗯 在做这件事情 OK 所以就决定要创业 对对对 所以在蜜月之前 你基本上还是在科技公司工作 对 蜜月之后就决定要出来创业 对对对对 所以你老婆也鼓励你 对 然后因为我前 通常结完婚就需要稳定 不是吧 结完婚就出来之间 对 所以我们说 然后加上我前一份工作 其实我在半导体业是负责做投资 公司内部的投资部门 OK 就corporate investment 嗯 那现在比较流行的 tend叫做CVC嘛 corporate venture capital 对对对 那这样的状况下 我觉得比如创业可能需要人才 策略人才资金 嗯 那人才是你逐步做公司 就可以逐步找到比较好的人 策略是自己脑袋的问题嘛 那资金我认为我以前做那个行业 应该比较容易找得到 投资人 所以我开始创业了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2016年才创业就是了 2016年才创业 就其实更早 大概在2014 1314就开始 只是我们陆续开始做 都到2016年才正式上线 那你2019就碰到 碰到疫情 对 其实我们在2018 就还 我们的进展还不错 其实我们大概在2018年 像我们就跟 Line Travel 跟Line做正式的合作 那我们变成是Line Travel上面 在团体旅行上面的独家供应商 因为我们就把台湾的旅行社 全部整合在一起 然后提供个强大的收集引擎 然后包括我们就跟Line整合 那只是那个过程 我们就 我们就在思考一个核心的问题 是因为旅游业 它这个产业的特性 是因为它不是一个 所谓的高频服务 频率 高频 是不是 频率不够高 因为频率不够高 我的问题 那再加上这20年来 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人 都会意识到 我今天要订一个W Hotel的房 我不管在哪里买 我得到的服务体验都一样 我在W Hotel的官网买 我在Agoda买 甚至我包括熊师的官网买 我最后去W Hotel 我得到的服务体验都一样 所以也因为这样 所以绝大部分的消费者 都会从Google开始 找最便宜的地方买 OK 对 然后再加上它不是高频 所以你很难 很难让消费者养成品牌忠诚 那你们怎么做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其实我们就在 我们做的东西 又是更低频 所以我们当然在品牌 这段的经营上面 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力气 就是我们从团体旅行开始 逐步进化到机票旅馆 这种相对品质 稍微高一点点的服务 可是这个本质的问题 是绕不过去的 所以我们大概在2018年 我们就一直在思考说 有没有什么服务 其实它是有比较高 所谓的Switching cost Switching cost 其实本质 可转移 对就是客户端 它要转移 它的成本是高的 那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在思考 是像我以前在电子业 所以我们就在思考 是 那我们过去都怎么出差的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是一个 以外贸为主的经济体 所以台湾的公司 就是有非常大量的海外出差 那这些海外出差 其实它过去的做法都是 我找旅行社来我的公司住厂 那我找旅行社帮我订完机票 所以旅馆 我们就自己上订房网站 比如说去美国 我就去Agoda 或Booking.com 我去中国大陆 可能会去Ctrip 订 那那回来之后 一样就是 我自己订款的部分 就回到保障 那公司其实要管理这件事情很烦 然后还加上有个状况是 很多公司都会制定政策 比如说你去东京 可能一晚不能住 超过150块美金的房 可是是我自己订 我觉得我肯定超过 那你就知道自己补差额 通常都不会这样 回来的时候 就会跟老板讲说 那个没有办法 叫我跟他住在一起 是吗 是可以这个样子的吗 OK OK 好 所以第一个可能是 你们老板比较大方 第二个是我们以前太过老师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自己看到很多状况 其实都是这样 就是公司有很多政策 可是因为你没有办法 从源头就锁住 所以回来之后 就变成很多的人为的 在中间可以有一些操作的空间 对员工来说麻烦 对老板来说 中间担心有人上下其手 对对对 然后对公司来讲 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费用其实还算大 它一年在台湾大概就六百多亿的市场规模 可是公司其实缺乏数据去做优化的 我每年我每年 我到底有多少费用是发生在退改票 退改票我可不可以去做优化 可是通常这件事情非常困难 去做管理 甚至我讲一个最简单的点好了 很多公司都会要求员工要在出发出差前的两个礼拜 就要完成相对应的出差申请跟预定 对可是员工通常到最后一刻才做 原因是因为反正也不是我的钱 那是公司的钱 只要HR问员工说 你为什么到前两天才订 然后我那业务客人临时叫我去出差 所以我就只好这样回答 咱们也没有能力去做这段的control 所以我们那时候思考的是这个点 所以我们就会思考说 我们可不可以做一套标准化的SARS 从出差的申请签和预定 因为我已经知道你是什么 所以我预定就可以按照你的层级去管理了 然后包括旅馆你只能看到150块以下的房 你不能订超过了 然后你后端 当你都在这个系统上面完成 你后端回来你也不用电款了 因为我知道你是谁 所以回来的时候你只要按一个按钮 我们就把对应的资讯 你花了多少钱 然后跟对应的invoice 直接写进公司的系统 等于是说在你那个时候 创这个旅游咖的时候 你除了做国际的旅游之外 你就已经注意到国外猜旅 这个六百多万 六百多亿 六百多亿的市场 那只是说就在2019年底 2020年初 碰到了疫情之后 然后呢你就依照这样的一个基础 被迫的思考说 那只好做国内的猜旅 然后就开始解决国内的一些猜旅的问题 差不多是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在2019年就是 我认为所有的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这波疫情会这么久 所以到2020年初 整个2020年 其实我出了部分的人力 我们因为我们公司 那个时候的状况是 我们有95%的营收 是跟海外有关 所以等于我95%的营收 那时候就不见了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我的投资人有国发会 所以那时候很 那时候很感谢那个陈美玲主委 他那时候就说 你们有没有哪些新创需要帮忙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说 那我们有很强的engineer 那我们可不可以 他就说刚好在台积电 有些案子 可以外包出来给我们做 所以那时候我就把部分的人力 抽去做台积电的案子 先让公司有个现金流 收入 对对对对对 可是并行的 我们还是觉得 在疫情过后 最先recover的是business travel 差旅 所以我们还是继续投入这件事情 所以整个2020年 我们还是继续在做差旅 可是一直到2020年的年底 我们发觉到 就是我们看不到曙光 就是这个疫情什么时候结束 我们完全看不到 可是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 所以刚好我的客户也在问我们说 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员工的海外差旅 都不用报仗 可是我反而我在 我的员工在国内出差要报仗 你坐高铁 坐计程车 甚至坐旅馆 我都要报仗 这件事情很麻烦 他要电款 那你可不可以解决我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OK好 所以呢这个过去看起来呢 三年多时间的准备 事实上为的是在碰到疫情期间的 很巨大的冲击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转弯的一个条件 那所以我们休息回来继续聊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跟旅游相关的很惨 惨到说有些人转转行 也不是转行 就兼的什么开餐厅 卖美食 做来送 卖礼品之类的 那但是呢 显然对于Jerry 还是我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可能性 马上回来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好 回到来讯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驴尾 还有呢 Commit创办人 洪明峰 这个Jerry来聊天 所以Commit就是你新的公司 等于是在旅游咖之外的新公司 应该是说它是一个新的服务名称 服务名称 对对对 Commit的那个 可是服务名称也是你们公司的名称吗 还是说它 呃不是 我们公司其实是一个在开曼的公司 然后它在台湾有一个旅行社跟一家资讯系统 资讯公司 然后这是资讯公司下面的一个服务名称 好 那所以你们怎么称呼这个你们新的这个服务 数位服务 呃我们叫做Commit一站式云端费用管理系统 云端费用管理系统 对 OK好那所以就刚刚从刚我们讲的 从国内采取开始有人跟你说 他他有些痛点需要被解决 对开始 嗯OK好 那其实我们后来发觉到客人客户的问题 其实本质上是报纸问题 嗯 就说因为他每天都要搭高铁 他每天有大量的计程车 然后他其实有非常大量的单距 他必须要先订款 然后收集大量的单距 对 然后到月底的时候 可能财团部门就会跟大家讲说 哎 可能大家到月底了 电款的单距 赶快交出来 无法之前 无法之前 对对对对对 所以大部分我碰到的业务人员 大概每个月至少都要花半天左右的时间 在处理这些事情 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很久很久以来 都有那个企业订车吗 企业签单 对的企业签单了吗 所以企业签单 是不是已经某个程度解决了一点问题了 对没错 企业签单大概就是 主要就是像台湾大车队 对 Night taxi Yoxi 大概都在做 包括Uber 那他在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于 员工不用 高铁好像也有企业签单 对不对 我印象中 我说法听到还没有 原因是因为高铁基本上 不愿意放账 这样子吗 因为你企业签单就是要放账 就是比如说 我知道你是这间公司的员工 所以你在做55688的时候 你可以下车的时候 是可以少一个QR Code 所以我就记在公司的账 到月底 我整笔再跟公司清款 大概是这样 那还是说有什么企业票吗 是不是 可能是企业票 企业票 对 那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就发觉到说 其实延伸就是从 我们从国内拆旅 在看这件事情 当然看到的就是 我刚刚讲到的现在 計程车啦 餐厅啦 然后包括高铁票这些 包括旅馆 对旅馆 可是再去研究 就发觉到 其实不止这些费用 员工要带电影的款 其实还蛮多 比如说我部门聚餐 我要电款 甚至是像我们现在 有非常大量的公司 都要买很多的广告 Facebook的广告 Google的广告 这些都是刷卡的 甚至连的广告也是刷卡的 员工刷卡 有我就是啊 因为它是帮你的账号啊 哦 就为公司买广告 然后有员工自己刷卡 然后再请款这样 甚至有些比较麻烦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 很多startup的公司 它会用很多 各式各样 我们叫做SaaS服务 软体服务 比如说像以前的 我们比较常见 像什么Skype啊 Cello Slack 这些海外的软体 甚至连Google的那些 Email什么 那些都是SaaS 还有买图库啊 对对对 这些都是在海外 自己叫员工自己先抓卡 因为他都知道 绑你的信用卡 因为他是订阅制 每个月要扣款 对 而且这些都是在海外 所以大部分的状况啊 呃 我们都是 我们拿自己的卡来刷 对 老板自己的卡 对对对对 老板自己的卡 可是老板都很 因为第一他是海外 所以他报税很麻烦 嗯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其实老板也很怕卡号歪写 是不是啊 每个人都怕吧 我觉得 对对对对 所以这件事情又很烦 处理起来很庞杂 因为我觉得像目前 特别的生意 我觉得海外的生意 可以做是因为 他的单笔金额都算高 嗯 对不对 但是国内的话 我只觉得很琐碎 然后但是很多笔 但是相对来说金额都不高 嗯 对员工来说当然觉得很烦 嗯 但对于呃 老板来说的话 反正反正都是员工嘛 嗯 所以他他会有有这个意愿 要去接受我们这个服务吗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有几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 我觉得所有的公司 都会制定所谓的费用政策 嗯 就是告诉员工 比如说你超过一万块的单 的费用 你必须要先申请 你不能直接买了 来报账 嗯 比如说有些公司是补贴 员工下班的 加班后的计程车费 嗯 所以比如说晚上八点以后 我补贴你双北计程车费五百块 大概是这样 啊这些东西通常 非常难以落实 就是员工通常都钱花了 回来之后才来报账 然后报账的时候 还要财款部门 一个一个去检查 哎你这个超过了 嗯 或者是你这个七点就做了 嗯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花掉 非常大量的人力 是 所以非常难落实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 钱都已经花了 嗯 所以必须要有人来做坏人 啊这件事情通常都不太开心 是啊 然后第三个部分是 这整件事情做完 因为财款部门 必须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去检查单据 检查你的支出 是不是合规 到最后这整件事情 要做成一个财务报表 嗯 给老板知道 我这个月到底花了多少钱 嗯 可是通常老板拿到 都是一个半月之后的事情 嗯 所以他也没办法做一些 即时上面的处理跟决断 嗯 那所以 比方说拆旅费太多 比方说住的饭店太贵 对 比方说有人上下棋手 假设 假设 甚至是比如说 我本来的预算编列是 计程车费或交通费 我每个月希望支出五万块 嗯 可是你拿到手可能便齐万了 可是你下决策 大概又过了半个月了 嗯 都是落后的 那 嗯 过去费用管理一直都是一个 吃力不讨好的活 就是公司必须要做管理 所以他要投入很多人力 去做这件事情 嗯 可是这件事情就牺牲掉 非常大量的效率 嗯 然后 可是他对 因为他对实际公司的 他没有产值嘛 嗯 对对对 可是 可是公司又不能不做 嗯 然后又又做不好 OK 那所以你们这套系统现在 演化到现在可以怎么样子解决 提供什么样服务 所以我们跟传统的做法 不要不一样的事情是 他为什么叫一站 是因为他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一个系统 加上一个虚拟信用卡 嗯 那我想系统 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简单来讲 你所有公司制定的费用政策 我用系统来帮你检查 比如说 你七点就做电车 这件事情 我用系统就可以帮你检查出来 我检查你的交易 你的单据 你的报资 我大概就知道 所以系统来帮你做这件事情 怎么检查 拍照吗 我拍照拍收据 进到系统里面 对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那比如说你的交通费 预算不能 不要超过四万块 那他就开始累加 超过四万块 他就发出警示了 所以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 OK 那包括了整个牵合系统 都在系统里面完成 这件事情 大概就是系统能做到的 可是他 只能做到 用系统来帮你检查 你的费用政策 可是你不应该花的钱不要花 跟老板看到财务报表 一个半月之后的事 还是没办法 所以他就需要 一个新的金融工具 叫做虚拟信用卡 逻辑上就是过去的企业卡 是一张实体卡片 可是现在可以把它给虚拟化 产生无限多组卡号 每一组卡号 搭配他特定的交易条件 去做这件事情 我讲了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今天公司要付 Facebook广告费 那我公司制定的政策 可能是我希望 这个月的预算 不要超过二十万 所以我就设定 这张卡片的交易上限 就是二十万 或者是这种专案 做的专案期间 这张卡只有这三个月可以用 过了就不能用 然后他只能应用在Facebook 所以他其他地方也不能刷 所以流程就是 可能负责的同仁 他专门负责 财买Facebook广告费 所以他就上系统去申请 说我要买Facebook广告 那预算是二十万 然后每个月他只能刷一次 每个月重新计算 那这样的状况下 经过一个标准的签合流程 完了之后 系统就会直接 发一张卡给他 发到我们公司的APP 然后他只要打开APP 就拿到那个卡号 他就可以把它输入到Facebook 就结束了 OK 所以他等于就是说 第一个他不用带电二十万 而且他也没有全力 去谈到二十万以上的钱 但从这同一可 这意思 比方说你该在下班的时候 搭计程车回家的优惠 你就可以设定不能在白天搭 是这个意思吗 比方说公司只给我优惠 因为晚上回家深夜回家女性危险 所以他就可以回家 那我白天拿去逛街的时候 我去做就不行 对 他可以设定晚上八点之后才能做 然后单趟不能超过五百块 可以设定车行 真的啊 可以设定到这种地步 而且他有个好处是 我们刚刚提到的企业签单 大概就只能锁定在单一车行 可是如果临时我要去哪个地方不好叫车 我也就没法用这个服务了 可是他现在比较好是 他可以绑到五六八八 Nitexy Uber 对对 那你的总和花费还是在你身上 所以没有关系 随时你按照你的需求 你喜欢搭什么样子的车都可以 OK 所以对于员工来说 真的是省了很多暴障电款的麻烦 那对财务公司的财务来说 也是增加很多效率 但是对尤其对老板来说 他可能就会减省掉很多 有些人比方说他住书 他可能比方说你给2万块 随便讲 1万块钱的quota 我可能去住个5000 我会赚5000 但以后就得要 因为你要把你的单据scan 然后可能要上传 你就基本上就少了 就变得说会很实在 是不是这个意思 OK好我休闲再回到检查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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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驴尾 还有的commit的创办人洪明峰 这个Jerry来聊天 我们聊到这个虚拟信用卡 那看起来可以替 国内的这些企业 不管是差旅也好 还有其他的一些应用部分也好 都可以做一个比较是属于一站式的 一站式的一个经费的一个统合管理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 玉尾你觉得这个有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吗 其实我觉得有因为刚刚像这个Jerry有讲到 其实对于企业来说 其实每年大家都会在看这些成本的一些整理 可是其实有时候看不到很细 那这里面我觉得比如说以这个 我们以前当主管有时候出差 同事要去国外出差要订房 跟你说请问一天晚上的房价是 上限是多少 可是其实你常出来知道 每个地区的价格其实是不太 比如说你去东南亚 可能五千块就可以住到非常的豪华 可是你去欧洲 可能就是不知道住到哪里去 很奇怪的地方 欧洲你大概付了一万 大概只能够住到二星期吧 对所以可是你说对于我们来讲 其实有时候你也很难去判断 可是比如公司如果有这样子 他每年可以去 比如说我的这个 原来我的员工在每个地区 可能平均的这个住房的钱 可能大概都是差不多 什么样的一个规格 你这样讲 已经有凸显出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是云端的关系 因为是数位化的关系 他这个大出去可以捞出一个 概括来 一个面貌来 对于公司很多在费用上面的管理来讲 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对于员工来讲 的确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 省掉很多你自己要这个收集单具 我觉得带电有的时候还好 或者是带刷 因为有时候带刷 大家有时候还蛮乐意 或者是他可能累积自己的信用卡 对对对 没错 可是真的单具是一件 非常非常麻烦的事情 对 我记得我每次出差回来 我就每天在那边找 然后出差的时候 我都要找一个专门的 这个可能小包包 就专门收单具 比如说有一些project 其实它是牵扯到很多人 要带电 你要整合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很麻烦的 对 尤其是一个team出去的时候 对 但是事实上 我们刚才跟Jerry聊 其实不只是差旅 对不对 其实你们这个部分的话 已经可以应用到整个公司 只要是支出 都可以汇整到这个一站式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里面去 是不是 简单来讲就是 除了一定要用汇款的项目之外 只要可以刷卡 到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到 除了汇款 所以代表薪资不能 因为薪资不能刷卡 所以它是用汇款的 所以它没办法 可是其他比如说像水电 然后网路 然后 房租 对 只要是可以刷卡的应用 大概都可以 都可以用 比如说员工聚餐 然后甚至是像 我们刚才提到的 所有的交通费用 所有的专业费 甚至员工的生日礼金 这是我们客户们告诉我的 因为他就说 他们过去是 可能公司要先去买好一些 新冠三月礼券 然后放着 然后时间到再给员工 对 对 很多礼券 对公司来讲 他要去储存 就是先用这笔钱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第二件事情 是员工可能不见得 喜欢新冠三月礼券 对 可是你现在不用 你再发一张卡给员工就好了 他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他要买什么就买什么 对对对 所以你这个虚拟信用卡 是无限的可以扩大 对对对 就是当然就是你可以设定 比如说我发一张卡给你 那可能你的生日已经三千块 那这三千块 我希望你在三个月内把它用掉 因为这个对公司来讲 是一笔在外面的负债 那你这三千块 你觉得你喜欢最近 你喜欢去新冠三月买东西 还是说你想要去家乐福 买他的礼券 还是甚至你要去做什么样的服务 都可以把它用掉 所以这样听一下我们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听一下好像很复杂 但是对数位化这件事情来说 是很简单的 就是你不但可以去锁定 你可以去哪里消费 而可以锁定你要消费什么项目 还可以锁定你的消费总额 比如那个上限 然后你还可以锁定你的消费次数 你可以只能够刷一次 还是可以刷好几次 你还可以去锁定你的时间 比方说你只能够在晚上八点以后 坐电车 所以早上八点就不行 比方说 可以所以这些都可以这样设定 都那么简单 对所以它的好处就是在于 你以前有很多的管理目标 很难落实的原因是因为都是 你都钱花了 花完了然后回来检查 大家说就是人来做坏人 可是现在就是系统 来帮你做坏人 回开始设定了 你那笔钱不能用就是不能用 那你临时有需求 那没关系 你就赶快上系统申请 申请只要主管签合一过 我马上就发卡 因为我们的系统是跟银行 跟VISA都联动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简单来讲 逻辑就是 不应该花钱一开始就不要花 延伸出来就会有非常大量的应用 就像我刚刚讲的 现在有很多公司 比如说 他们会鼓励员工去外面做训练 那现在的做法都是 员工自己去报名的课程之后 回来再拿单据回来清款 然后公司再审核 可是现在公司要及时管理说 我到底有多少员工 真的有落实这件事情 其实是困难的 他要额外再做总计 他现在不用 我每个员工发一张卡就好了 我有2000块的额度 那这2000块额度 现在市场上有非常多的 线上的教学平台 比如说像好学校什么的 那我只要锁定他在好学校教育就好了 所以员工只要一刷 我的系统就知道 这个公司发了20张卡 有多少人已经用了 对公司来讲也是一个 非常好管理的手段 可是员工还是不用订款 而且事实上他也可以确认 你是不是真的去好学校念书 对对对对 所以他有很多这方面的应用层次 对对对就包含 我本来在昨天看资料的时候 我还在想说 如果只有彩旅游的话 这个市场就就你们来说 这个饼道有多大 好像看起来不是 就觉得有点点琐碎 但是现在听起来 其实还蛮庞大的 对就是说 那你扩掉薪资 对因为台湾一年的 所有的企业管销费用的规模 大概在五兆左右的台币 就是大概接近我们的四分之一的GDP 那这五兆里面 我觉得薪资跟房租 你可以管理这样的金流 就是了 对对对 那薪资跟房租 可能比较不容易用信用卡来刷卡 所以这样抛出掉 大概约莫还有40个percent 大概也还有两兆左右的市场规模 所以这两兆 麻烦是麻烦在 因为就像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他有非常多很琐碎的小交易 这些小交易会产生对应非常大量的单据 然后因为这些单据 你就必须要有人去检查 然后还有包括员工自己在提报的时候 他自己算错 对对对 那我们的系统有好处是因为 我们的系统跟银行跟Visa是对联的 所以这张卡只要一倍刷 只要一动用 我的系统会及时收到交易资讯 对所以换句话说 公司所有的费用都可以及时看得到 那因为这张卡假设 假设我是发育主持人 那所以主持人用这张卡去刷 所以产生一笔交易资讯 就会黏在你身上 就是你系统就一直提醒你 你要记得拍照上传单据 一般没有完整包子 所以对应的财管部门 就不用花很多人力去催大家 要把单据交出来 而且我也知道 你身上有多少张单据还没交 因为系统就都知道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帮助公司从流程的效率 包括了资讯的及时性 就有很大的好处 那这件事情延伸 我们有非常大量的公司 是有门店的 很多比如说 我有大量面包店啊 饮料店啊 甚至是 连锁型的 连锁型的店 他们有非常大量的门店 可是这些门店 过去都是可能 员工或店长先店款 然后到月底 把一叠单 继续寄回总公司 总公司才知道 这个门店 这时候的花费是什么 可是你用这样的方法 来管理就倒过来了 我的总公司 可以随时知道 我全台湾所有的门店 他现在的及时花费是什么 了解 了解 所以听起来真的是很有效率 而且呢 非常便于管理 对不对 而且如果说这个数据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累积下来之后 你对你自己的 这个支出的状况 跟浮动性 可能就会很清楚的 更一目了然 对 而且我觉得听起来 还蛮好的 蛮环保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一个无纸化 第二个甚至还不是 无卡片化 就是也没有实体的卡片了 对 所以如果说晶片荒 没有晶片 可以做信用卡的时候 是不是 是 没错 没错 因为最近我好像看有有信用卡 公司有谈到说担心晶片荒 会继续延烧到 这个什么信用卡 金融卡 这个部分的发卡 那如果是一个虚拟的状况 来看的话 就不用担心这个事情 没错 OK好 我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回到蓝宣时间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如玉伟 还有Commit的创办人 宏明峰Jerry来聊天 所以我们聊到的这个 事实上也就是 坦白讲讲到整个最大的概念 就是一样了 台湾的中小企业的数位转型 因为你要转型 很多部分都需要转型 那整个的预算支出的管理模式 事实上 它是一个很好的数位化的方式 所以用一个虚拟信用卡的方式 就可以省去很多的一些不方便 不管是员工的不方便 还是管理上的不方便 或者财务部门的不方便 同时你可以增加很多的效率 还可以有环保 我觉得还蛮好的这个概念 因为你才刚刚创立没多久 对不对 也不过这一两年 对这个服务是 OK好 那所以呢 就短短的时间里面 因为疫情而转型 看到这样的一个可能的商机跟市场 然后呢 你去跟这个中小企业 去推销的时候 还好吗 因为我觉得台湾事实上 企业是位化的速度真的比较慢 对没错 所以呢他们买单吗 我觉得因为我们对谈的对象 通常都是公司的财快部门跟管理者 财快部门通相对对于新事物的接触程度 都会比较保守 可是 可是当你有一个明确 他们现在的痛点被解决的时候 他们就会对这样的需求是强烈的 比如说像我刚刚有提到 像我们刚刚举到的那个计程车的例子 就是我们接触到不少这种类型的公司是 比如说他们想要补贴员工 八点之后的下班 可是过去他们碰到一个状况是 员工可能就今天做了超过五百块 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说可能塞车啊 还是有明显的里程是不合理的 就是比如说他平常都做三百多 可是突然变成五六百 他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可是公司很难在这上面做管理 对可是他先包括了他可能不是在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做 可是透过这样的方法他可以很快的发行卡片 让所有的人用同一套标准的流程 那系统来扮演这个坏人 他刷不过就刷不过了 那当然你有特别的状况 你就特别跟主管申请 那公司可以再发另外不同的卡片 让你去做这方面的管理 所以可是前提我们要讲的事情是 公司的管理应该是想办法让所有的人 在一个标准的范围里面去做一些事情 大概是这样 所以意思是说所有藏在过程当中 原本不被看到的 通通都翻到台面上了 因为你就会都被记录下来 对 所以我们刚刚跟玉尔讲到说 譬如说假设有些公司 他可以是允许业务员去应酬的 那可以吗 那以后就不能刷了 还是说如果公司允许你去 是 那如果公司不 我觉得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 可以分成两种卡 两张卡 一张卡是你招待客户去吃饭的 那一张卡是公司 补贴你自己的一些餐食津贴 那这样的状况下 对公司来讲 他大概知道说 你招待客户吃饭 那可能客户喜欢去的地方 可能花费比较高 所以我可以给一个比较高的额度 去做这件事情 那因为他比较高 所以他的次数通常都会有限制 就是我公司也怕 每天带客户去 所以我可以比如说 两周来做一次管理 就不会让这笔费用太庞大 那个人的餐食的津贴 他可能被一个月来做管理就好了 那我可以把张卡绑到Uber 叫Uber来送东西来吃 所以对员工来讲 本质上还是方便的 那所以现在目前用最多的服务是什么 然后用最多的产业别是什么 我们现在用最多的 其实是一些像 产业别的话 就是一些像做Matec 行销科技公司 因为这些公司 常常出去拜访客户 对常常出去拜访客户 那在双北 他们就会常常坐計程车 做什么 然后招待客户吃饭 所以这种东西 其实是很琐碎的小钱 对公司的管理或员工电款 其实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 对 而且还有很多云端的服务 对没错 OK这样子 OK 所以听起来觉得还不错 蛮有发展性的就是了 包括现在其实 我觉得我讲最热门的topic 就是现在包括很多大型公司 他们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是他们要计算碳排 碳排 对 现在碳排大概有三个scope 可以计算 第一个scope是我自己产生能源 然后应用我的生产需求 这部分的碳排是容易的 第二段是我从外面买能源 从台电买绿电 这种第二个scope也是容易的 可第三个scope是最难的 原因是因为第三个scope包含了 这间公司营运所需要的碳排 比如说我的员工从家里面 搭买交通工具到公司上班 他必须要计算碳排 比如说你的员工出去拜访客户 他必须计算碳排 真的假的 要这样做吗 现在其实真正要做到碳中和的公司 必须要做到这里 所以其实很多大型的电子业在这块上面 是非常痛苦的 因为他们本要从员工的单据检查 用手动来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法 把它给系统化的方法来处理 哇 现在还竟然这个需要碳中和的公司 需要做到这种程度 那叫他骑U-bag上班好了 哈哈哈哈 这也是一条问题 因为规定他只能够坐电动车上班 是是是 好是玉玮你觉得呢 没有 我觉得特别是在这一两年 因为整个疫情 让大家在开源上面 会有一点辛苦 所以其实很多公司在想的是 怎么样去做截流 那截流一个很重要是 你要知道钱花到哪里去嘛 那怎么在这里面做一个更及时的管控 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服务还不错啦 就是说在很多的这个账务处理上面 的确省掉双方蛮多的一个麻烦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中小企业可以参考 因为其实中小企业的人力也都比较精简 那其实应该去做更有效率 更有产值的事情 不要把人力花在这么多琐碎的事情上面 对啊对啊对 我觉得现在人力都变得很珍贵 所以能够用系统啦 数位啦电脑啊来解决的事情 可能都会来的更加的有效率 让人力可以做更多的充分的发挥 不过相对来说 人力也应该要自我精进才能够做发挥 要不就变得很容易被取代了对不对 到时候你连算账的人都不要了 对我觉得这个也的确是 未来大家对于自己质押的一个思考 如果你还是在做很多这种 琐碎重复性的工作的话 真的蛮容易被取代的 真的是这样子OK 好非常谢谢玉伟 谢谢Jory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 I like radio I like radio by bwd6 by bwd6 by bwd6